我们谈谈,今天还可以认构 因为今天是节孖展的 就是两个都非常热烈的反映 伊麦康和康盛环球 先讲伊麦康 股票编号是2192 他说是做一个在线专业医师平台 基石投资者都是比较有名的 有腾讯、有新加坡的GIC 入场费14000元 先看基本面 有些人说他有医美概念 简单来说,伊麦康又是做什么? 很简单来说 他是向一些药厂 医疗服务机构 帮助他们推出数码行销 例如药厂需要市场资料 或者药厂需要找一个市场资料 其实他会做这件事 帮助你把药卖给特定的客户 主要是医院和医生 帮助整个数码行销策略 包括数据分析、数据处理 这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但不止 其实他在整个医疗系统 基本上所有人士都是他的客户 包括什么? 如果你是医生 他也可以去申请 用他的数据库 这数据是医学性的文章 这里是医疗资计则 在医疗作用的数据库 这里是医疗服务的数据库 是医疗消息的数据库 医疗资计出资料 可以让医医疗资料 好像是google search 但专门医疗医疗资料 是一个专门的数据库 只是一个数据库资料 让医疗资料費资料 我论医疗资料 亦是针对一些药厂和研究机构 提供一些市场上的数据服务分析 一些大数据的解决方案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给我们的平民百姓 最近在去年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 其实是类似我们现在市面上 平安好医生和果挺服务 是一个网上医疗的辅助和顾问形式 给病患者、用药者提供一些资讯 就是在网上做的 但这方面是刚刚开展 其实占收入比也不太重 所以刚才最重要的失落 就是我刚才第一个说 是向药厂一个数码行销方案 整体的意见就是 我看到这不是B股 它是有盈利的 很好就好了 它那个盈利率高不高 暂时来说可以说不算太高 但其实增长真的挺可观 其实过去几年 它提交了过去三年 即两年的增长 複式增长也可能是100% 即一倍以上 看到收入增长是近些 特非晚准 而去年一个很特别的一年 大家知道新冠疫情 对于它的业务来说 就是两体 它去年来说 很多医生查询一些专业文件 所以大家知道 这方面的业务 譬如在数据库方面 增长得比较快 以及刚才提到医药行销方案 去年也是因禍得福 反过来 就是因为疫情 令到很多药品的销售 可能会更多人查询 本来是有利的 所以与其今年的业务 随着医院重启 即基数比较 即上半年 其实都会是整个行业 尤其是整个产业 包括医生、药厂、病患者 都包括医生、药厂、病患者 今年的上半年业务 应该是不错的 另外一种是康盛环球 9960 也是一种很热的股份 超额认识有170倍 妈妈的额额额额额额额 这一种是做什么类型的生物技术? 这一种不是提供技术给你 而是做你身体检测 基本上是做一些 独立的检验服务供应商 就是说你去到胭体病 其实很多时候 你要验什么验性的验血 可能要验你的遗传基因 可能要验你的癌症 这些所谓的检测服务 就交给第三方去处理 服务供应商 其实康盛就是其中一间 康盛提供的检测服务 是多元化的 基本上是所有 在内地来说 首批第一间 独立的检测服务供应商 亦是其中一间 提供最完善的 检测服务项目的供应商 而当中在血液检测方面 它是市场的龙头 其实是市场的四成多 但其他方面 你所谓的特检测服务 特别检测服务 简单的理解就是 不是一般的检测服务 不是一般的检测服务 以这个市场来说 市场的市场大概是百分之六点多 排第五到 所以大家都知道 如果很简单的逻辑性理解 内地的人口老化 还有平均每户的医疗支出 都会增加的 当你一个家人 开始年纪大 而且多了 你通常会多做一些 及预防性的治疗 可能会 香港人也是 每年做一次身体检测 例如炎血 炎性 有没有硬症 有没有其他肝病 所以市场需求 在来自几方面的检测服务 在内地的增长 可以说是稳定 不是爆发性增长 因为这些不是新行业 一直都存在 它的动力 可能是低双位数的增长 所以 行业是非常理想的 还有本身集团 在血液检测的 涉质率比较高 在这方面有优势 就是一个协同效应 可能利用我在血液检测 客户的基础 去推荐其他检测服务 例如癌症 遗传基因 护科病等 这些检测服务 其实他们相对有 竞争优势 所以行业和本身公司的 业务 都是够出一个 稳定增长期 所以这种股份 为何成为近期大热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是的 好了 如果要选择 因为同期就折断 例如伊麦通和康盛环球 你会建议投资者 如何选择 首先 如果这两个 其实同期有13个 对 每逢到6月底 很多公司要趕时间 就是弟子 所以如果我选择 康盛环球 这些药股 伊麦通 我会比较业务性 多些 其实伊麦通的业务 未必有太多人理解 而且 例如做检测服务 很直接的 在行业务 会觉得 估算到的效果 会越来越多人用 但去到数码营销 其实我不说伊麦通 其实以香港的新股 可能做了数码营销方案 市场对接受程度 比较慢一点 因为它会慢慢理解 真正的收入疫学 增长的动力 在哪里 是比较须时的了解 因为我行销而已 行销需求 医药 药厂是否稳定 每月给你多少钱 接下来的预算是如何 这也很难估计 但做检测服务 其实每年的病患者数字 或者年纪 在统计学上 是比较容易掌握到 所以 比较直接 可以理解 投资者可以理解的业务 增长动力 会是康盛环球